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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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愿为了自己的清白害了索心 皇上称 如意的清白也是自己的清白 希望如意能够维护他们共同的声誉 皇上即将离开易坤宫之时 如意指出手串有问 皇上想到 宫中的嫔妃都出自满蒙汉 绝对不会弄错这个 能弄错的一定是不懂修行的外来女子 于是皇上命礼于明日前往其降宫 让所有人用左右手写下七宝的名称 若是有人的字迹与如意相同 立刻押来见自己 如意询问皇上如何处置索心 皇上称 若是此事彻查清楚 自然会放索心出来 海兰知道皇上去了易坤宫这才放心 海兰称 自己看到了秦敌邪相奏 便想到了从前在前邸学秦之时 如意就曾说过 这秦音之美不在于弦而在于目 目名之妙不在于实而在于空 且敌也是中空的乐器 于是便大胆猜测这寿陶是中空的 这字条下的两个字为春和奏